当市出租的农民在建价里地仓头 这几天也开始采收 他表示为了冬的采收 还特别请30几个人来到3天 冬民表示虽然今年采收总控算不错 但是介绍后面就没有这么理想 店长巴胸也表示 因为长头有三两多 所以这个月介绍就没有定个月向你理想 那一个月之前 那几个人30几个人 现在放下了 冬民快走 走到30几个人 再来30几个人 256块 6千几个人 6千几个人应该是十八十九 那那还要熟 23几个人好 靠下来 本身是按4千几个人 靠下来6千几个人 拖头的问题没没出去了 想整个人不吃 一定接受要下来 少人才要吃 这位农民的长头采收总控 两边的工人也表示算不错了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跟他同样幸运 为人知道刚才采下去 一度就好就顺势没借 今年是还算不错 因为算没什么落后 算增里没什么落后 你如果水长 水长增里落后 才会孙息 这也是 真正下来 也有孙息过 这算不错了 如果早上都 都增十几个月 都胖胖掉 这大片的长头 都在单台农民和港人经历 大家都希望 趁好天的时候 将港族做了料 很好期待 后一句话 顺利逢收 既费国用品 彩虹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宣布图